那么由此可知 证件重要啊 证心是从证件里面生的 如果没有证件 证件就非常困难 其初虽然这个信心纯正 但是受魔的干扰 信心就退失了 信心就变直了 证件的证件一定要建立在证件的基础上 然后才有证件 果然是正知正经 一切行都是正行 我们在华言五十三餐里面得到证明 那个正行 正的标准在哪里呢 一切行里面 心里头决定不过然 这个行就是正行 所以不是在思想上 思想上 我们凡夫看不出来 有智慧的人 有定功的人 看得出来 凡夫看不出来 凡夫只看那个迹象 昨天晚上这个经文里面 讲到菩萨利他得里头 讲了一个慧言 讲了一个智言 我们凡夫没有慧言 也没有智言 常常把事情看错了 所谓是认假不认真的 把正的看成邪的 把邪的看成真的 都是因为没有真实的智慧 没有真实智慧 也就是没有清净心 没有平等心 真实智慧 是从清净平等里面生的 觉就是会 清净平等觉 这三状事情是有次第的 我们要先修清净心 第一步 不被外面境界所污染 也不被色污染 耳不被身污染 六根不被六成境界污染 的清净感 这是粗步功夫